首先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前來 那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叫李一山 那今天分享的主題是使用Pyzo ORM 去實現資料庫的存取與保管控制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簡單做一下自我介紹 那我是資社會的後段工程師 那非常榮幸有參與 就是團隊內的一個iDevOps的開源的平台 那他也是一個開源的專案 那因為那個專案我也了解到說 就是Kubernetes啊Docker等微幅路的架構 還有各種CICD的工具 那我個人的話主要的開發源是Python 那實用網路框架是Fasc 那進行也有對Fasc API有做專研 好 那這是今天的Agenda 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分別是ORM跟Olympic 那ORM的話我會做一個簡單的demo 讓大家快速了解ORM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也會深入探討說 ORM在我們iDevOps開源專案上 提供哪些優點 然後我們也有遇到一些困境 然後是怎麼解決它的 那Olympic也是一樣 會有一個簡單的demo 讓大家快速了解 Olympic是怎麼操作的 然後包括優點跟缺點 還有我們怎麼解決的困境 也會跟大家一同做分享 好 那我們就開始 首先是ORM的部分 那ORM究竟是什麼呢 ORM它的全名叫做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物件開發對應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用程式去操作資料庫 那如果大家對網頁框架 開發架構 MVC有熟悉的話 就是Model View跟Controller 那ORM是介於資料庫 與Model之間的溝通的一個工具 然後ORM本身是用物件導向的概念 來去做操作 所以會讓開發者更直覺 也更簡便的 可以對資料庫做讀取資料 好 那Python的話 主要大部分人都是用 左邊那個SQL Archimi的套件 做ORM的開發這樣子 那可是今天要介紹的是 Flex SQL Archimi 那為什麼會選這個 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本身是用Flex做開發 那Flex SQL Archimi呢 它也是用SQL Archimi做為Base 只是它在它本身的網頁框架之上 做了一些優化 讓SQL Archimi呢 可以更有效率的在 Flex網頁框架上做運行 當然有優點也有缺點啦 缺點是 你必須把這個Flex的Server啟動 它才能使用這個套件 好 這邊做一個簡單的demo 剛剛有提到說 ORM它是一個物件關聯式 它是一個物件導向嘛 所以它是用class 來定義說 它對應到的table是哪一個 那class的名稱呢 代表就是那個table的名稱 裡面每一個屬性 對應到的都是table裡面的column 包括說它的type 還有它的特殊型態 像是permit key這些都要定義清楚 那才能直接對那個table做操作 所以它的一個table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然後對應到ORM的物件導向型 會像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db的話要長得一模一樣 包括id啊 name gender 這些 然後還有裡面的型態 都要定義清楚 才能直接對這個db做操作 好 還有各種型態 還有左邊還有就是create 好 反正它都是一樣的 對 跟我這邊定義的都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才能透過這個物件 對資料庫做操作 好 再來是user 這是flex的api 那首先第一個介紹的話是get 我們可以透過剛剛建立的那個物件 去取得資料庫裡面的role 像是以這個為例的話 我們可以 對 它就是建立好這個物件 那filter的話可以 就是它可以透過filter的方式 去篩選出我們要的那個值 譬如說以這個為例 它是模糊搜尋說name 就是它載入參數的name 所有符合這個條件都會被我們搜出來 那它的語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剛剛說到的那個物件的名稱 然後透過curry的方式做啟動 然後用all的方式取得全部 那它取得裡面屬性的內容 它裡面資料庫裡面欄位的值 也非常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物件嘛 所以它用點的方式 點屬性名稱 就可以拿到裡面的值 所以有看到說 像user.id 就可以取到table裡面column id裡面的值 那接下來是create的部分 create的話就更單純了 因為它是一個物件 所以你只要把它裡面屬性的key跟value值 填完填滿 之後透過它這個db 那這個db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sequel Archimi 它本身的那個套件 初始化之後的變數 然後透過setion的方式 add 把它add進去之後 做一個commit 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它都可以把資料存進去 那這個的話是篩選出id的部分 這其實跟剛剛get全部是一樣的 只是它filter篩選出id 然後first是取唯一的值 然後取值的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跟剛剛一樣 是點那個屬性的名稱 那這個是update update也是一樣的 就是前面都是長得差不多 都是那個物件的名稱 然後filter出你要的欄位 之後點update 來去做更新 那那個kwrgs呢 裡面就放key跟value值做對應 一樣是用屬性的方式 有做改變的話 它就會直接做自動更新 最後再用db session commit的方式 來做確認 然後它就可以成功更新 好 最後一個的話是delete 那delete跟update其實也是一樣 前面都是長得一樣 都是filter出你要的條件 那update的話是點update嘛 delete的話也很直覺 就是點delete 刪除之後一樣 用db session commit的方式做確認 它都可以做刪除 好 那我們就直接啟動 好 目前已經把這個server啟動起來 那右邊這是一個openapi 反正它就是一個測試的工具 好 我們先用get 來測試說剛剛的orm是不是可行 好 可以看到是空的 原因是因為現在資料故事沒有資料的 所以空的是正常 那接下來我們insert一筆資料 然後用post的方式insert 在它的各個屬性 像是name、account、password之類的 填寫我要的資訊 然後gender也是 然後我們做執行 可以看到成功 那成功的話我們回到剛剛的get 來去看說 實際上是有把那筆資料insert進去 好 是有的 等於說我們的create跟我們getAll的orm語法是可行的 然後這是驗證說它的模糊搜尋是不是可以操作 剛剛oh是模糊搜尋嘛 所以john應該會被搜尋出來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不符合條件的 所以應該是沒有搜尋出來才對 好 接下來是更新 那更新的話剛剛那筆的id是2 所以我們就filter出id12的那筆資料 然後把裡面的紙做修改 把它全部改成johnedit 所有的紙都改成johnedit 之後去做執行 執行化也是成功 那我們就用上面那一個 filter出那個id的資料 來去做判斷說剛剛那個更新有沒有成功 可以看到說它取得紙的 內部的屬性跟紙都被改變 所以patch也是成功的 最後是做刪除 好 刪除也是success 那我們一樣 我們用get的方式來驗證說 剛剛那筆資料是不是有正常的被刪除 好 所以是空直 所以可以確認說剛剛的delete也是成功的 好 那orm的demo簡單到這邊 那我做一個shashout的總結 所以orm呢它是透過一個class 一個物件來去對應到你要操作的那個table 那table的名稱就必須是那個物件的名稱 那你的那個物件每一個名的屬性 屬性的名字 對應到的就是column 的table裡面每一個column 然後它的type啊 然後它的特殊的定義啊 或它的長度都要寫清楚 你才能直接對那個table進行操作 那它的orm的ciod語法也很直覺 可能就是用update啊這代表更新 delete的話這代表刪除 然後filter的話就是表示你要filter出你要的 的弱 你要的欄位這樣子 好 那我再來說一下orm的優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增加簡化性 因為我們把一個非常複雜的sq語法 簡化成跟你開發語言一樣的orm 它可以增加你的可讀性 也可以降低錯誤 我們可以直接拿下一個做比對 假設說一般來講 下面那個圖是一般sq語法應該會長的樣子 展示說今天你要針對一個叫deployment table name 去filter出它的uid 然後用匠名的方式做排列 用sq語法的話可能要很長 像是下面這樣子一坨 可是如果orm的話啊 就是只要短短兩行 就可以達成你要的條件 好 然後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orm跟db溝通最終還是用sq語法做溝通嘛 所以orm的套件其實是把我們orm 這邊所用的orm語句 轉換成下面sq的語句 最後透過這個sq語句跟db做溝通 所以orm套件呢會自動幫我們把我們orm的語句 轉換成sq的語句 那最後就帶出它的第二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是它的安全性提升 可以以防防止sq的injection的攻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都幫我們定義好了 我們只要放出我們自己要編輯的變數 像是說以這個為例 我們今天要filter出user這個table 拿到email符合我們條件的 它已經定義清楚說我們的變數只有email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它實際上能填入的地方只有這個 那這樣就可以防止hiker可能想要寫一些惡意程式啊 它在這邊是起不了什麼太大的作用的 所以orm這個套件 它是可以防止sq的攻擊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 我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可是應該比較少人會發現的一個優點 就是它放用性很廣 假設你今天專案開發到一半 那你想說你要換db好了 那正常來講的話 你一定會去改寫程式 原因是因為就算是不同的db 假設從postsq換成mySQL好了 那它的雖然都是SQL語法 可是內部還是有些許的不同 你勢必是要改程式 但是如果你用orm的話 就是你不需要改寫任何的程式 你唯一需要改動的話 就是只有我要對應的那個data base的URL 但是如果是postsq改成mySQL 就是把這後面換成mySQL 然後對應到你要的IPPort這樣而已 好 那來說一下orm的缺點 缺點的話第一個很明顯 就是它的效能不佳 因為它多一道程序 多把程式語言轉換成seql的過程 但隨著它版本更新 這個已經逐漸改善了 然後再來就是學音期限高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太大的缺點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本身就已經懂seql語法的話 你導入orm其實是非常快 因為它相對直覺 也很好去理解 它實際上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最後一個是複雜查詢 orm可能對一些複雜查詢 相對的不友善 那我個人orm的應用情境是 絕大多數是專案都可以順利導入 而且它有力大為弊 就像它可以防止seql injection的攻擊 而且最後你的專案只 如果導入orm 你的專案只要 就是 只要去圍運一套你的程式語言 不需要同時圍運seql 又要圍運你自己本身的開發程式語言 這非常的方便 那弊端呢 我覺得有些缺點甚至可以直接忽略 還有它的效能也是逐步在更新 所以這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orm導入我們專案其實 我們有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說到最後一個缺點 複雜的table關聯架構 互相做join 可能讓程式變得太過複雜 那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你的table有很多 foreign key 那之間要互相join起來的時候 你的語法會變得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可讀 而且會不好維護 當然這個解決的方法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你把選的一個function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的話 這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專案 如果今天我們CMath這個object 那很常被用到的話 我們就寫成一個function 用大家去call 那就不會一直要重顯orm 複雜語法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已經被解決了 好 然後再來是Olympic的部分 那Olympic的話 它就是一個資料庫的板控工具 也是一個python的一個套件 然後呢 它是用SQL Alchemy當作Base Engine 簡單來說它是透過ORM來做操作 然後它非常的輕量 能輕易的做到資料庫的搬移 而且應該除了Jungle之外 絕大多數的網頁框架 應該沒有內建 就是migration的資料板控工具 那所以大多數人 python開發網頁應該都是以Olympic為主 都是用這個套件做開發 好 接下來是一個簡單的demo 那這個專案跟剛剛上一個demo的專案 其實是長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已經有定義好說 它連接到的database URL是哪一個 然後這邊的model.py跟剛剛上一個demo寫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要用ORM的方式定義好說 我這個table它的名稱是什麼 下面有哪些column 那因為我還沒有做啟動嘛 所以正常來講這個database 它是空的 它沒有任何table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沒有任何table的 好 再跳回來 好 那我們這時候做一個簡單的啟動 我們透過 OlympicRM就是init的方式 其實它跟get有點像 就是你要用init init之後它會產生一個資料夾 叫做olympic 那第一個裡面有一個versions versions都是紀錄 只要我今天做一個column的動作 它會把紀錄的檔案放在這個versions的資料夾底下 那env就是它的環境變數 像是說 我們要對它比對的那個model 的那個python檔是哪一個 你必須告訴它 就是剛剛提到說olympics它是ORM做base 所以我們要告訴它說 我們的ORM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這邊去input它的db 然後這要改成它要 它自己要的格式 就是metadata 好 那這個db呢 就可以等下看到 這個db呢其實就是seqlalcamy 就像剛剛講到的 olympic它是以seqlalcamy 就是ORM做為base 所以要告訴它說那個base在哪裡 那remi沒什麼好說的 這個secretpymacul 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任何versions裡面的檔案 都是透過這個檔案 所產生的 那等一下實力上會讓大家看到 好 然後再來是olympicrmi 這個就是olympic它本身的config檔 就是做各種設定的地方 那我們需要調整的話 其實只有seqlalcamy的url 好 我們把這個url寫的就是跟 實際上app.py裡面的是一樣的 對 把這個負貼上 告訴它說我們要操作的db是哪一個 好 所以各種設定檔啊還有環境變數 我們都已經填完了 這時候我們都可以下commit 我們透過這個檔案 把user這個table建立出來 其實這個revision auto-generate-m 真的很像get commit-m 這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它-m後面的內容 的那個詳細描述 它會變成就是它的檔名 下完之後 它就會依據這個model檔去跟table比對 看看說有什麼不同 不同的地方它就會生成這個檔案 生成這個檔案 然後這個檔案的生成其實是基於script py.micro所產出來的 那其實定義很清楚 包括說upgrade啊 downgrade啊 還有它現在這個版本 它自己會給它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什麼 好 那裡面這些語法其實都是透過orm寫出來的 大家也可以有發現它都是orm的語法 好 還有它downgrade的話會做什麼事情 upgrade會做什麼事情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直接對db做操作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寫一個commit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做到upgrade的動作 好 這時候我們再直接到db那邊去看 可以發現說它幫我們應該會把兩個table建出來 第一個的話是它內建的olympic version 它會告訴你說你現在的version是在哪一個 可以看到說這個version裡面的編號 會跟實際上我們檔案產出來的那個編號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建立的那個usertable 裡面包括屬性啊它的名字啊 還有它的長度之類的特性 都會跟我們剛才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今天如果我們後悔了 我們後悔想說我不要這個版本我想要退一版 那也很簡單做一個downgrade的動作 它就會退到前一版 那退前一版呢我們refresh一下 就會發現說user剛剛那個table不見了 但是olympic version這個table還在 但裡面的值呢 裡面的值會變成空值 原因是因為這個版本的上一個版本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這個會變一個空值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另外一個指令 叫做olympic history 去看到說這個的版本歷程是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從沒有東西 然後變成建立一個create user table出來 然後給它一個編號 然後跟我們現在的頭在哪裡 它都會描寫得很清楚 就可以透過這個指令 看它的版本歷程 好 那olympic demo大概到這邊 那我就快速總結一下olympic 它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olympic呢 它就是一個資料庫的板空工具 它透過olymp的語句 來去對資料庫做操作 那你可以把你的差異化進行紀錄 然後紀錄起來的每個版本 你可以自由地做upgrade 做downgrade的工作 也可以透過點history的方式 來看你所有的版本歷程 好 下一頁 那olympic的應用情境呢 我個人認為是中大型的團隊 並且你有定期的版本釋出 而且資料庫快速迭代的需求 是非常建議導入的 可是如果你是個人團隊 可能就看你依據個人需求 有沒有需要導入 像是說你的專案有沒有要日後 有沒有要扩增啊 或是你認為你現代database的管理工具 是不是有點沒有邏輯 那如果覺得說希望有一個有邏輯的方式的話 還是推薦olympic做導入的 欸 怎麼還是這個 好 那 來分享一下我們olympic導入 我們專案之後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 可以發現說它其實跟commit一樣嘛 每次有一個差異我們做commit 那commit之後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版本 正常來講一個專案可能會有幾百個幾千個commit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那olympic也是一樣 隨著就是版本數量越來越多 它的紀錄版本也會越來越長 那等於說你要圍運的那些項目也會越來越多 然後更何況是如果今天你灌新系統的時候 你透過這專案灌新系統 那olympic的version就要走過所有的版本 會造成它第一次跑過的時候時間過久 然後效率不佳的問題 好這就是我們專案之前還沒有做調整的時候 結果發現其實蠻多的 那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只是一小部分 那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設定一個中繼點 然後中繼點之後 舊版要把它縮成一個版 好這文字看起來很複雜 我們直接看圖 首先呢正常情況下的olympic是逐步更新的 比如說你1現在到19版 你如果是新客戶的話 就是從1慢慢更新更新更新到第19版 那如果你是可能第5版的客戶還是一樣 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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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19版 好那今天我們把第10版當作一個中繼版本 然後把1到10版壓縮成一個版本 等於說今天新用戶來的話 它只要從第一版直接到第10版 然後再把後面的東西走完 可以減省新用戶的安裝時間 那我們自己在微運呢 也可以去減少那個版本 那個versions裡面底下的版本數 原本可能有19個 現在只要微運10個就好 可是19用戶的話沒有辦法 它也是要強制它 假設因為我們把1到10版做壓縮嘛 那如果是在4版的用戶的話 你還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更新 它要到第10 之後才能往下更新 那我個人建議是可以周期性的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以10版作為一個單位 那可能現在到第19版嘛 所以到達你們那個團隊的limit 之後你可以設第19 回一個新的中繼版本 然後把它做壓縮 做壓縮 然後一路再往下 變成是一個周期性的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結語 今天介紹的這兩個套件 包括ORM還有Olympic 它非常適用在 如果你們團隊是明節式開發 而且有快速迭代需求的話 應該可以幫助你們玩大的 因為它不管是對資料庫的重構 或是對陳木拉的改寫 應該都可以提升你們專案開發的時間 也可以增加你的管理效率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兩個不錯的套件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還有我們內部的一些 遇到的問題 還有解決方式也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是reference 左邊這個是我今天demo用的專案 其實就是同一個 右邊這個是比較深入的 想看一下就是 Olympic或ORM比較深入的用法 可以看一下我們 iDevOps本身的開圓專案 那這專案也有趣 它是一個CICD的專案 你可以自己把專案放上去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跑CICD 你可以幫你把整個實證環境 build起來 那也建議大家去參考一下 去我們玩看 好 那我的部分大概到這邊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呃 好我們回到 這裡好 看一下直接跳到 有沒有圖 欸等我一下喔 好我這裡有點 簡單來講 它不是會產生一個versions嗎 那 有時候其實 你們只是針對一個table 做一些簡單的 新增一個column 或是刪除一個column的動作 那其實很多時候 只是對那個table 做一個新增三 新增三減 新增三減 其實可以把這些新增三減 合併起來 把它放成一個檔案 可是這要驗證過 驗證過說你這樣做是可行的 那才會沒有問題 或是說就是 你也可以比如說 你今天只是單純建立一個table出來 後續做新增修改 新增修改 那其實根本不用那麼多 你直接在新增table的時候 就把後續的東西全部寫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 合併成一個版本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 角度去做壓縮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還有問題嗎 嘿 不同 它內部會做掉 簡單來講就是 你剛好看 在EMB那個py檔 有看到說 我們會告訴他說 我們要比較的那個 檔案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告訴他說 是model.py這個檔案 那他會經由這個model.py這個檔案 去對你那個現在的table 實際上的table 他會找說有沒有任何自己的差異 他內部會做掉 看看有沒有任何的差異 有差異的話 他會把它生成一個新的檔案 那新的檔案就是你剛剛所說的diff 那我們會針對那個diff 做upgrade跟downgrade的動作 對 還有問題嗎 好 請 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這個 剛剛提到說 這個 版本這個 會是有這種的 信用物標去 充換這樣 對 那是什麼樣的經驗 像是沒有經驗 對於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的 是沒有安裝 呃 因為就像譬如說你今天安裝Windows好了 應該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直接更新到最新版吧 這一樣的道理 可能有些客戶他覺得 譬如說現在1到10版 他覺得5版的內容就已經很共用了 他就不打算更新了 所以就一直卡在5版 那可是其實我們自己內部開發已經到10版啊 11版15版之類的 所以才會有不同客戶在不同版本的情況下這樣 對 嗯哼 嗯 嗯 schema 可能會學習不同 所以才要做這個版本的控管這樣子 對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還是 大家了解 好 現場還有一次 看說 可以啊可以啊 你剛剛是 所以你們是 人工去比較說 每個版本的差異在做這樣 對對對 這個 欸 可能有點困難 我們一定要人工去看 才可以做壓縮這樣子 嗯 你希望Olympic之後可以做更新啊 他可以做 自己去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還有其他人 嗨 嘿 可是Git沒辦法做到 資料庫版本的控管啊 嗯哼 嗯 假設大家都對這個資料的內容 對 相當很多的 對 基本上我們只要看 ORM的 編輯的內容 可以知道 這個版本的那個版本 還可以看 你是不是也可以 嗯 就比較 不用拿人 深度的看 什麼 DB 實際上 可以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啦 原因是因為 因為DB其實只有一個 基本上啦 就是你們其實在 專案做操作的話 對應到的測試DB應該只有同一個 那 可是你們個人 Local專案其實有很多個 所以假設今天 好 你對這個DB做操作 可是 Git做改動了 可是忘記跟別人講 其他人還沒有破下來 那這時候如果其他人開發到 一半發現說 欸怎麼壞掉了 可是也不會知道原因是什麼 所以還是比較推薦用 就是 用這個方式去做管理 更何況 如果我們有定期釋出的話 定期釋出的話 就更需要做這樣的管理 以防說可能這個版本壞掉的話 我們不知道說要退位哪個版本才是對的 對 還是會比較建議用 Olympic這個套件來做板控 好 好 我們有一個Lite版 不好意思 我沒有聽聽 就是那個 你剛才有兩個比較空 那一個專案 大概是什麼樣的專案 好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開發的專案 它就是一個 IiDevOps的管理平台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多多的 專案的管理平台 那你可以把自己的專案 放在上面 然後放在上面之後 它可以做commit 然後會自己幫你串 4ICD 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大家如果做 PortureChain的話 就是它直接很乾脆 你把他放在上面 上去之後 他就用幫你做一些 這樣掃碼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測試 那 所以他 現在剛剛介紹是這樣的 然後他跟方法說 就是你剛才說 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 我們安裝在不同地方 然後需要做什麼 然後第一次Upgrade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地址一直在跑 功能一直在跑 所以我可能 今天我只有安裝第一版 可是他跑到第二版 第三版 我要不要Upgrade 我看我自己 我Upgrade的時候 也要突破阿里 所以你會有什麼方式 讓我的第一版 好 那 還有其他人的問題嗎 可以打 可以打 如果這樣 如果 我先推到第一版 然後再把後面的版本 全部翻掉 然後再按定才更新 第十版 可能第一個版本 會很長 他會亂掉 會亂掉 原因是因為你 比如說你現在自己在第十九版 那你回到成第一版 那你到第十版 壓縮成一個版本 那他不會知道你下一個版本是什麼 所以他已經快過來了 就跟Git一樣 Git譬如說你今天 你一到十好了 你到第五了 然後你把一到五可能定成一個版本 可是你也告訴他 他不下一個人 他會亂來 他會亂來 那好吧 就跟Git一樣 可以再一次再看看 那你這樣說 我拿來把最後的那個版本 中間可能說 會有融化的梭蝡 我要不要再意思 對 那我們再把他 其實那筆程度的 比較多 對 但是要不然把他 就能說 這個中間能用差異 正在是要跟工具 确定 類似這個工具 我那些工具是非常不一樣 這還是如果能夠的工具 都會比較好 就好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麻煩到會場外面再詢問講者 會後有任何東西嗎 OK可以 我可以提供我的Gmail 好 然後義山也會提供Gmail 然後提供給大家 然後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再聯繫義山 是你提供在供 對 有興趣的 他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就不用 他知道了 可以啊 當然沒問題啊 那我們去外面招 好 謝謝 我可以稍微一題的講者 我可以先 看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這是 沒有自己的電腦 OK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然後我是這場的主持人 我等一下會10到15秒幫你開場 然後就可以直接開始 好 謝謝 好 謝謝 在討論中的體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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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Linux User Group的副會長 然後也是多個Chrome套件的作者 那我們掌聲歡迎Ben 謝謝大家 在開始歡迎大家來聽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異常不到的Jupyter用法 跟AI協助做出漫年的DevWord控制台 在開始之前我先再次我自己 謝謝 我是Ben 我是從上海來的一個開研的開發者 我現在是在台灣工作的 我做的研究裡面我覺得最出名的大概就是封鎖利用冷藏的這個空的套件 還有一個叫做Dueless的空套件 這個套件最高的用戶人數是230萬 但現在沒了 我還拿過一個叫QT Champion的挑選 這個是給QT社群開發者的一個獎勵 我覺得我自己是個躺著躺著做中餐的人 還有就是 嘿你是Foodstack的DevWord嗎 那麼你要做DevWord吧 喂喂喂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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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點問題 為什麼我開發者要去找DevWord 我要去找營運 這個不同的事情吧 大概是 不是吧我覺得 很多時候當我說DevWord的時候 很多時候當我說DevWord的時候 他的目的是有很多的practice 幫你把開發者跟營運的距離耐盡一點 但現實是什麼呢 有一邊的工作讓大附的增加 而我就是那個大附增加的人了 我真的是很不高興 有些人會說 喂你有文件的話你就能做吧 Department跟營運的東西 不是按照流程去做嗎 首先文件就是一個大問題 你有文件就算你有文件也是一個大問題 主要例子就是很多時候 我寫文檔會假定 看的人會懂一些記憶 但是你不一定會有的 好像是我們公司的人都是用Mac跟Linux的人 但是我們有些康復用Window的 他們不懂用Tyminal的東西 為了這個機會 經常發生 我們文檔寫流吉他他們說 我們不懂用啊 那沒辦法啊 我們也不懂用Window啊 其實是 還有經常會說 這個step你看其他地方吧 喂沒寫啊 那邊不是寫這個東西的 好不好 還有就是他給一個指令給你 那個指令有個變數 變數哪裡找啊 機子去找吧 然後就找個老闆聽 才找到那個編數是什麼樣子 這是文檔的問題 還有就是文檔是什麼時候寫啊 做完所有事情以後才做的嗎 文檔是最後最後做的事情嗎 那麼寫出來的東西 就是從你記憶裡面copy出來的 然後那個東西不好意思都是錯的 很多時候我也是 最想發生是什麼 文件是你不叫我做 我為什麼要做文件呢 然後那個文件寫出來以後 然後他就很快就歐地了 很多內容是不對了 然後你找你後半天才說 不好意思啊 忘記了解啊 不好意思啊 對 經常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跟我說 我耐盡開發者跟影韵的距離 我覺得我比較需要的事情是 把文件跟現實的距離耐盡一點 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理想 我想做一個事情 我想要一個文檔 那個文檔是一個 好像是Wiki的東西 我可以用鏈子去找到 下一步的東西 為什麼要出來 然後最好的事情就是 在文檔裡面 如果有請示 要指令的話 我點字 我就可以執行這個東西 那就很酷了 還有就是他可以幫我管理這個完整的變數 這樣子的話我就不用找半天去找那個變數出來 最後還是要版本控制啦 我還有一點 感覺是 那麼如果我們能做到這個事情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會有一個營運的Wiki 還有一個營運的搜查 Oneboard這個東西 然後他 因為他能做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一個控制台 但是跟我們平常說的控制台的概念 不太一樣 為什麼 真有那麼好的東西嗎 還真是有的 這是這個叫Jupyter的東西 Jupyter它是這個瀏覽器算跑的一個圓檢 它可以做文檢 偏情 跟執行 三個東西都放在一起的 平常都是Machine Learning 跟AR這些塊的人 他們用最多是這些塊的東西 但其他方面 他還是 他也能用的 好像是學士 還有我現在說的DevOps 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 現在這個是Jupyter的截圖 這個截圖是真的太介面 上面的利用是那個 這個 跑不去了 就是 用markdown寫的東西 上面是 中間是Python的代碼 就是 我寫了一個東西 它會顯示一個button 然後點字以後 它就會打印這個hello hello出來 這個是執行的區域 這是編程的區域 它除了可以寫Python以外 其他語言也自我 靠上是setscript 對 因為我們做DevOps的時候 寫著一本最多用的語言 就是setscript 對 Python也會用一點 但是setscript是最多的 它也只管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它儲存的找資 是jsof 就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文件 我剛才寫的東西 都在這裡顯示 所以你可以放在版本控制裡面 但是它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你看到右邊 它有一個execution card 還有一個model ID的東西 這兩塊東西 你每一次執行的話 它會改變 像是execution card 你每跑一次 它就摘衣上去 還有那個model ID也會改變 這塊就是對版本控制來 是不太優先 不太好的一個地方 但是還是能處理 麻煩一點還是可以 我先做一個demo給你們看一看 我先收聽 去哪个都看 我先說 可以說 可以說 稍等 稍等 首先 現在是一個顏色的東西 這個顏色的代碼可以從這裡 可以從這個網 這個網址裡面找到 但是這個代碼控制的不太好 不好意思 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該門知道一下 我之後就要給你們吧 因為 就是拿個大小控制 設定要的問題 好 現在這個是Jupyter的 一個demo Jupyter裡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是遠走的是Jupyter Lookbook 還有Google它有自己叫Collab的東西 我現在跑的這個是Jupyter Lab 它在本地區跑的話 它是跑得比較好的東西 因為它的樣子就算一個Ide的樣子 就做到的事情比較多 現在這個是一個Widme 這是說明怎麼設定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開這個東西 這裡有兩個糊塗 一個是Jingle的CMS 還有一個就是One Book的東西 我當時有一個營運的搜查 我點之以後就點之第一個東西 所以你就會說明就是這個One Book做的事情是什麼東西 它在本資裡面排一個Jingle CMS 它在渣扣是這樣子的 它在這個demo裡面 我在Docker Compose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Jingle CMS 還有一個PGC Code 我就用這個One Book來控制這個東西 這裡的內容其實是一個markdown來的 我點之以後你就會看到那個代碼 我設計的One Book 通常第一個就是Widme 然後就是一個叫Pset的東西 我點之 第一塊 這裡還是Markdown 上面的是 這個是一個Python 就是要做設定的東西 每次它會自己去跑的 因為我設定有Opto One這個東西 每次它會自己去跑做這個設定的事情 因為通常你在你的環境裡面 都會有這個Devignment UAT跟Protection不同的環境 你要確定你要管理的是哪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支持simulation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沒有意義的 就這塊 它就只是做個事情 它顯示一個UI警義 就是選擇你是什麼環境 現在叫Devignment Environment 然後叫Chain 它這會產生一個叫Covid.environment的檔案 它是放在這裡的 就是設定的東西 先就要設有什麼環境 還有密碼 那些東西 因為是本地的關係 這些密碼都沒有關係的基本上是 然後現在要設定這個環境 我們就可以點進去 順便就是Python 這代碼主要是UI的東西 然後我就要啟動這個東西 然後再點這個1 然後它就排一下基本設定DataBase的東西 已經做好了 然後現在我要建立一個SuperUser 首先我要收入它的密碼 我就排這個程式 它就給我打密碼 密碼就隨便就好了 100% 好 然後它就跟我說 已經save了一個admin.pass的檔案裡面 下一步 跟著是 只是收入這個密碼 然後我要建立這個SuperUser在這裡 再排一個雜本 然後我點字 排之前他有確認我是不是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要再點字一次 喔 User內 不是 我剛才說廣東話不好意思 他這個我剛才已經設定了這個User內 所以他現在就說不行 那我就啟動所有的東西吧 好 看看啟動了什麼東西 我 我持動了這個CMS的資料庫 好 這是這個web的介面 好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好 所有的東西已經設定好了 我可以點字這個連字 去到那個網站 這個時候是這個網站 我已經登月了 我已經是登月了 我已經是登月了一次 所以他 就不用再登月了 我忘記了 呃 這個事情 好 好 好 這是基本的設定 下一步就是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管理一個Kubernetes Caster 類型的話 你還需要做一個Lock in 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你的Lock in 就不太一樣 我只是 呃 Dell用一個函數 幫我拿這個Session ID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Python的應用 點字 好 他就可以拿到一個Lock in的Session ID 我就可以 然後我自己有個API去管理一些事情 好算這個是 呃 把所有的Use找出來的一個找本 好 他找到了 我現在只有一個用戶 叫Admin的東西 這裡你可以加什麼東西 就看你們自己的需要 這是如果 呃 還有就是 呃 你說這是Database塊 Database塊 就看有什麼 呃 最簡單的事情就是 呃 我現在看有什麼Database table 我照跑這個東西 就可以看到 現在有什麼 啊Database table 呃 呃 當然這樣是不行的 我還是要用 跑我們自己確定的SQL 所以你有一個方 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呃 先開一個UI 哎呀 打錯了 就打開一個UI 這裡就會讓我 輸入一個SQL Statement 水平檔就可以了 然後三個cell 就是再執行這個SQL 我就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系統裡面 只有一個用戶 我剛才的SQL 就是說 呃 幫我把所有的Use找出來 但是我的系統裡面 現在只有一個的Use 所以這個這個 啊 另一個方法就是 把兩個step 再放進一起 這個是Method 2的方法 執行 呃 現在 點字這個confirm 他就跑 所有的 治療庫的治療出來 還可以跑 我剛才說的那個SQL 我沒有打錯吧 打錯了 真的 他就跑出來了 兩個方法的差別就是 呃 你把所有東西寫進去 還是分開不同的step來做 呃 因為如果你把所有的step 放在同樣的地方去做的話 它代碼就會比較複雜 你看到一個cell裡面的代碼是比較穿 但是 呃 之前的那個方法 它的代碼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看你覺得你想設定一個怎麼樣的 這個介面給用戶去使用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做Jip台的 呃 介面控制台的概念 其實跟你I面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把門檔跟這個輸入 跟輸入 可以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麼你 你做這個UI的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做得很簡單 你不用做得太複雜 那就可以做得到 好 這是demo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是keen up的 啊 我忘記了說的事情 還有就是 來 剛才說 因為我的local demo 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啦 但是我知道在公司裡面 我的onebook還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用法好像是 dialistic的東西 deployment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deployment都是自動的 但有時候客戶 他不討厭自動的deployment 他要我們確定 約定一個時間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所有我們要有deployment的onebook 還有migration的東西 對 這個migration的onebook 一般老師只是用一次 但是 我們可以留下來 給其他同事去參考 怎麼做這個migration的事情 還有精神 每年又做一次 SSL certification 更新這個東西 還有麥塔瑩的東西都做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掩飾了 這裡就 來到這裡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想問呢 大家 沒有的話我就說其他事情 做這個onebook的話 我有些建議 第一個事情 你一定要放在版本控制裡面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通過這個pro request 去管理這個修改 也可以防止有錯誤的修改 每一次修改的時候 你有個review的process 你可以看 改掉什麼東西 然後 有沒有不小心拿到一些重要的資料 因為你用google.com 有些時候 有人真的會不小心改掉你的內容 你就很難找出來 但用pro request的話就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這是我剛才說過 就是 參數的所有跟執行 分成不同的SEL 進行的話 你的代碼會很簡單 然後的事情就是 在GPython裡面 Python跟Python的Variable 是同一個Member Space 所以他們可以拿到不同SEL的內容 但如果你要把Python的內容 丟到找本裡面執行的話 你最後還是用完整編數 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管理這個事情 你可能會問 拿這個onebook放在哪裡呢 在Devil裡面 有一個叫做GitAuth的做法 他建議的事情就是 你的應用 追上兩個不同的版本控制 一個是左邊這個application的reporture 這是你的主要的代碼 還有一個放完整的reporture 這裡放什麼 放參數 設定 穩檔 這些東西 每一次改變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標牌line 把你的結果放到inmate的reporture 就是這個docker的inmate 然後當你要deploy的時候 這些兩個不同的概念 在deploy的時候 重結你去拿這個參數 你就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個事情就是 你不會想所有的管理者 去拿到一些 deployment的資訊 因為太多人知道的話 這個事情其實是不好的 我們想控制 不是只要管你的人才做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事情 在GitOff裡面 它有個概念 叫做secret account 它做什麼呢 它會跟你說 你可以把密碼 API key 這些秘密的東西 放到版本控制裡面 但是你要先詐密 因為你要詐密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 誰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不小心 你的代碼放到外面去 但是你沒有你的 pivet key的話 其實它也拿不到那個資訊 為什麼這樣做呢 你可以做到一個叫single software trust 打錯字 single software true 不是trust 不然是那個實在 昨天才做得好 到自己的桌子 一個單一的資訊 來源 因為我們評審做deployment 這時候 經常就是 文檔放其他地方 設定另一個地方 密碼又放另一個地方 我們放很多不同的地方 10分鐘 好 這塊不太好 這個很麻煩 如果你是放到同一個地方的話 它就比較簡單很多 做這塊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第一個是Static chain的東西 就是Static chain的東西 就是Static chain的東西 就是Static chain的東西 背後的公司 它有個backbox 就可以管理PGP 還有就是 某些人有一個叫sops的東西 要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 做這個東西 有些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你要 你要學習Jupiter 在Jupiter裡面 它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 拍一張的pin 喊住 有時是能用 有時是不能用的 這個 比較麻煩一點 我現在不說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 Salescruid真的很難 是 很難啊這個東西 你說簡單的東西可以 但是複雜的時候 就很麻煩 舉個例子 這個是我 我靠回到一個網絡 在這個網絡裡面 我要從這個VPN 連接一個sh的host 再跑cuber的指令 連接裡面一個pob 我才可以跑sicle的指令 我要tel很多次的東西 在pip 說雜本的話 我們這樣子 這個heal dot的東西 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到一個地方去 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用這個東西的話 salescruid就很麻煩 你要怎麼 double code跟single code 兩邊 交框去使用 才可以resort這個web 要不然就拿這個basslab 現在只要你用一個basslab 但是你的找本複雜的話 四個到八個 也有機會發生 就特別困難 還有就是 cubernate是不能用heal dot的 cubernate的指令 Docker的都不可以 但pgcq可以 所以寫起來就很奇怪 不同地方要用不同的語法 但是真的要自己去寫嗎 我們現在要插GPD 是什麼我不用說了 但我們不研究怎麼寫這個 用來寫代碼 但是我們知道的事情就是 其實XGPD要寫的代碼 不能寫的太複雜 它只能做一點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的one book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很多 但是美國不會太長 他們的dependency也很低 我只要寫例子 因為時間不夠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碰 就是跟他說 我要寫一個salescript 然後做什麼什麼事情的東西 就掉出來 然後他就寫給我 看起來是挺不錯的 我寫一次 他就已經做到我想要的事情了 那麼再來 複雜一點的東西 剛才寫的那個ui 可以嗎 我想他寫一個程式 寫IPI widget IPI widget是Jupyter裡面 圖庫的library 然後我想他寫這個ui 1、2、3都是 最特別是這個ui 剛才我說過 太複雜的pin 有時是不能用的 那怎麼才出來呢 就跟他說 在上面 在一個display area 所有東西放進去 那就行了 這個sales就算出來了 不好意思 但是他經常會發瘋的 他突然間在跟我說 你要怎麼做 怎麼做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好不好 直接給我吧 但是他寫錯了 直接他寫錯了 直接什麼來的 為什麼是Value加進去啊 好 好了 那麼你可以跟他說 你其實 你擠我了個a 我給他就可以了 他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他一定是downhouse 然後跟你說 我用append standard output 這個函數 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 但是 他做出來沒有用 對 他可以不用 結局是對的 結局 只是動法不一樣 所以平常我們說 就是 你用XGPT 還是要debub了 還是要花時間debub 所以有一個好一點方法就是 你不要把所有的要求 一次過吉他 你讓他step by step 他能跑以後 你再給不同的要求吉他 好像這個時候 我再要他解的東西 另外一個好方法就是 你把完成以後的程式 交給他 讓他幫你改這個程式 你的碰就快很簡單 剛才就說 只是我把歌曲的程式交給他 再麻煩你幫我 改這個sigles statement 出來的結果是挺好的 還有他說 他用了這個動作 他會跟你說 其實他把headot的結果 放在這個bench裡面 他會做這個演示給我看 這樣子的話 就很簡單 我現在做這些oneboard的東西 我大部分都是丟給xgpt 我自己都不思考怎麼出生 因為就比較快一點 但是他是有些缺點的 他是 好五分鐘 謝謝 第一個事情就是 他跑board的應用 他只能跑一個 結局是在azura裡面 跟他說把我的IP放進那個 在外列裡面 讓我可以進去那個oneboard 結局要跑五分鐘 平常都要跑五分鐘 那麼如果他只跑一個的話 我就死掉了 其他東西我不能做了 你可以跑oneboard的方法 oneboard就可以一次跑很多的應用 但他有個問題 你不能停止 你很難去停止一個oneboard的程式 因為他在飛行裡面去跑 那麼你要怎麼做呢 用reset kernel這個動作 把所有的程序殺掉 經常都要這樣子 這個不太好的一個地方 Kernel是因為跑不同語言 你不太誇張 對嗎 對嗎 還有這個事情 特別特別特別小心的就是 他有個oneboard的指令 你看看右邊 你不小心跑oneboard 你就死定了 你沒有seting 這個行數沒有seting 你發現你英雄的東西都沒有了 雖然不會發生 因為有爆風的 就不能說是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 這個沒有時間演出 大概是 如果你在跑一個很長的找本的時候 你的爆風從此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很有趣 就是 你有save的話 就是跑完以後有save的話 你再進去 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往往有save的話 就看不到 對 但是同時他還在跑的 這有點奇怪 但是我沒有時間了 不好意思這個不能演出 所以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怎麼解決呢 自己寫東西去解決吧 我寫了一個 叫做IPY live bug的東西 它是用來跑save script的 它跑法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跑 沒有live的話 就是它自己系統提供幾乎的東西 它有幾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事情就是 它有一個叫ask confirm的東西 就是 跑兩次 重要的 危險的指令 就是跑兩次 要confirm兩次 不是跑兩次 對 你跑這個聲音後 它再問你一次 再做這個確認 你就不會 就是one order問題 就不會發生 不會 還有 它會幫你 自動支錄這個output 好像是你 你跑一個指令 它說 我放到一個保安裡面 那麼你就可以 看到你做了什麼事情 以後 我做完以後 我也會把這個lockdown 給其他同事 讓他們缺陰 另外有沒有做到什麼奇怪的東西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停止背景的程式 這是乾脆你忘記了save的話 但是你要報索重置的話 它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讓你停止這個東西 它不會發生那麼危險的事情 好 我想說的是差不多了 時間不夠 最好還要說 就是現在我公司在拼人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 有興趣可以找我 特別就是 我們有貓的公司 我是要 對 對 那個貓是很襯人的 每天都會來找破壞的地方 就是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剛才演一次 就是在Local Post 他們去跑這個公司 我們 他這個 客人如果是Jupyter的 裡面 的話 這樣 密碼就 跑這個東西在密碼裡面 不會 Jupyter的東西還在本機裡面 跑 有方法 做的事情 因為 大家用密碼式 可以 用一個叫Jupyter Lite的東西 Jupyter Lite 哪個東西 可以做 可以 在伺服器裡面跑 但是 要小心一點就是 拿個密碼的東西 全都在裡面 會是 如果我直接用密碼 來開那個IPURM 的話 也可以拿到兩種照片 對 也可以 因為Jupyter的東西 它可以很多不同的東西去跑 剛才叫人們 可不可以在Visor Stereo Code裡面去跑 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 你用的找本 剛才說 用的找本 全都是可以在裡面跑 Auto1的哪個好像是不行 Auto1哪個噴音 但其他IPY 拉包 跟報銷的東西都可以 基本上 對 可以想說 那個版本控制的部分 而且它是用Git 對 因為它版本控制的時候 它應該會工作很多 像你剛才說 那個Hate 那種 那種 每次到一跑 它就會變成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自己去刷刷 另一個方法就是 寫一個script 就是每一次Jupyter跑的時候 他自動把這些東西拿走 他可以做這個東西 就是在PC的一個Function Call 在PC的時候 把這些東西去掉 就沒有了 我平常都是這樣做的 謝謝 好 然後就 時間關係 有沒有線條感用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任何方法把 你的科目參加 就是你的Facebook 可以可以 其實它在J menu裡面 就有一個 控制有點困難 你知道它menu裡面 它有一個 Show All Code 還有High All Code的東西 你點字以後 它就沒有了 好的 謝謝這邊 再次以後 月亮 謝謝大家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歡迎 大家可以參加 後面的影片 請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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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 谢谢 你有主题吗 今年有 你今年有网友 你有网友共同吗 做做 你做talk吗 对对 Costco 要好吗 对啊 因为 其实准备讲题蛮累的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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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真的 真的 要吃饭吗 要好啊 等一下再繞一下 看有沒有抓到一些人機 這是什麼啊 筆記本 它是個筆記本 但是它可以 我在想說這個是可以墊高的嗎 對 可以墊高 然後這邊就是 mousepad 中間就放文件 但是現在就沒什麼文件 我之前看你經常有一些讓它墊高的 對對對 這個挺行的